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在这节课的开始,我们先对上节课所固执的类型体做一个解答 好,那么很多同学可能会想到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Fall循环和Range来实现 好,那么我们首先用这个Fall循环来实现一下 Fall i,E,Range,0到Lena 好,那么复长是多少呢? 复长是2 然后Print,Print是什么呢? Print这样的一个A,I 然后我们U这样的一个符号 我们给分布一下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Fall i,C4.P1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成功打印出来了E357 那么它的原理还是在于 我们利用Range环数生成了一个等差数列 然后把这个数列作为A列表的下标 依次把A塔里面的每一个间隔元素都给取了 出来 好,那么使用Fall循环确实可以实现我们的这样一个功能 但是我这里要说的就是 Python有比这个Fall循环更好的一种方式 我们这里尝试着用我们说的这个序列的切片来实现 好,我们之前是不是学习的这样一个切片 比如说对于一个列表来说的话 我0到某一个数字 比如说3 那么它将把这样的一个列表 0号元素起始 后面的三个元素被取出来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 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性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间隔取数 好,我们定义一个边量B 我们现在是要对A的整个列表来做这样一个取决 所以说我们作为同样是LEN这个函数 直接得到A列表的长度 好,那么只是这样是不行的 是取不出来这样的一个间隔的 那么我们介绍第三个参数 两个冒号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同样是不长 不长是多少,不长是二度的 前两个元素将把A列表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元素都返回过来 然后后面就是控制每个多少个元素取一个 好,我们把B的结果打印下来 说一个B 我们运行一下 好,它将得到1357 好,说一说 有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不用这样的一个Fall循环 Fall循环它当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种变成方式 但是对于我们Python来讲的话 Python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语言 它能提供给了我们更多的 可以避免我们去写Fall循环的方式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 要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可以说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Python非常基础的一部分的知识 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换一句话说 你现在已经具备了用Python 来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只不过目前来说 我们学习的很多的知识还不够丰富 可能你写出来的代码不够漂亮优美 复用性也不够高 代码写的简不简洁 复用性、服装性高不高 这个是一回事情 能不能实现又是另外的一回事情 那么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会写一门语言 会写代码 这个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思考能力 写出代码来 这个并不难 那么难在什么地方 难就难在我刚刚所说的 写出这样的一些性能比较高 封装性比较好 复用性比较强的代码 所以说高性 还有一个就是封装性很好 封装性良好的另外的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 复用性 我们每个人都不想重复写代码 所以说这个封装性是非常好的 当你写完了一个功能的时候 那么这个功能可不可以 复用在我们以后的这样的一些编程里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晚一些的时候会学习这样一个passing 这样一个酷 或者是包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这样的一些包 就是别人给你做好的 可以解决你问题的 这样一些封装好的代码 你不需要关心 这样一些封装良好的代码 它们内部是如何实现的 是怎么写的 你只需要知道如何使用它 它能解决你的什么问题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所说的 不需要去关心这个代码实现的细节 是指的是 你在使用的时候是不需要去了解的 你只需要拿它来解决你的问题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学习别人的这样一些好的代码 优秀的编程思想的话 读别人的原代码 这个是一个程序员的基本功 那么我所列出的这两点 其实就代表了一个普通的程序员 和一个优秀程序员之间的一个区别 我相信任何的 如果不是涉及到太复杂的算法的话 一般的逻辑 我们都是可以写出来的 我们普通的程序员也能够很轻松的写出来 因为普通的代码 它只是考验的是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但是高级的这样一些代码 优秀的代码 封装性良好的代码 它考验的不仅仅是你的逻辑思考能力 还有你的抽象能力 抽象的能力 编程确实是我们现实生活 到这个扯计算机里面的一个映射 它和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都是有不毛而合之处 我们在生活的日常的交流里面 讲究的是什么 讲究的是直白 直接了当的和其他人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 表达你的思想 还有你的观点 但是如果我们上心到这样的一些电影 和艺术这个层面的时候 直白就不是一个太好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直白没有这样的一个感染力和说服力 好 那么编程也是一样的 你会写代码 这个呢 只能说 用非常直白的这样的一个语言 表达出你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但是如果你呢 再考虑到这样的一个艺术层面 那么呢 这样的一些直白的代码 是不太合适的 并不是说直白不好 但是问题在于呢 非太直白的代码 这个呢 是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编程的效应 还有我们代码的传递呢 是没有好处的 好 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关于代码美与不美 好 那么一段代码美与不美 不同的人呢 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呢 主观性是非常强大 但是呢 对于我们代码来讲 一段美的代码呢 它一般来说 同时呢 也会具备这样的一个封装性良好和高性 这样的一些特点啊 所以说呢 我们程序 有时候看待一个试入的时候呢 还真不是看它表面好不好看啊 更加注重的呢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封装性和性能 好 那么略微花了点时间 把这些编程的一些 我这些年的日识呢 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当然呢 对于有基础和有编程经验的同学来说的话呢 可能可以明白我的这样一个意思 如果呢 大家呢 是这样一个编程的初学者的话呢 可以啊 把我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呢 或者说概念呢 可以把它给记一下啊 我相信呢 对你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编程会有好处 我们很多的编程的开发人员啊 他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他会觉得编程非常的无聊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啊 不能够在编程的路上再进一步了 或者简单点说啊 就是啊 不知道怎么成为大神 那么其实呢 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啊 对于封装性和性能这个追求的太少了 只满足于写这样一个业务 如果呢你只是为了追求业务的实现的话 那么我觉得呢 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程序员 好 那么从这节课往后走呢 我们呢就要开启啊 它是呢一个新的篇章啊 我们后面的很多的知识呢 都是为了给我们写出高性能和封装性良好的弹头 做铺垫的一些知识啊 这个呢和我们前边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知识呢 还是有个地区别的 好的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咱们下节课